无人驾驶的超级拖拉机横空出世 却遭到了农民朋友的诸多质疑 比赛走直线和过田梗 传统拖拉机和无人驾驶拖拉机 到底谁更胜一筹 他主要是坐在车上 看不到下边的屏幕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系列 我们眼包室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玩具 孩子们据说都挺爱玩的 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给孩子买这种太过于危险的小玩具 我们这还得想办法把它拿下来 其实说到无人机 现在大家都知道 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已经非常广泛了 不仅仅是在军事领域 哪怕是在我们的农业生产当中 你都可以看到用无人机来喷洒农药的这种场景 但是这种情况毕竟还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够用得上的 农民最多的农积居是什么呢 恐怕就是拖拉机了 这个拖拉机现在据说有遥控的 人站旁边咔咔咔咔咔 拿着手柄就能让它走起来 但是听说在河南出现了一台拖拉机 这拖拉机彻底摆脱了什么遥控器 摆脱了人 完全可以做到无人驾驶 无人拖拉机您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吗 咱们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 我是妮子 我现在来到了河南洛阳 洛阳地处中原 正值农忙世界 到处能看到拖拉机耕种的场面 师傅 你好 辛苦了 哇 你这个是干了多长时间的活儿 这中午到现在 中午到现在 四个多五个小时 一百三十五 怎么样 几个小时下来 几个小时下来 摇腾 腿腾 身上肉腾 这么辛苦 哎呀 这地 它这有着拖拉 这拖拉一皱一点 一丸子一个拖拉 一个拖拉之间的两米举粒 嗯 两米一点 两米一点 这一点一点的人坐在上面是什么感觉 有点坐过餐车的感觉 很辛苦哈 不停的这种开车 那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会 这 这次 这 不管开任何车 都 都有着无聊 嗯 不过这种车 一般有点小钱大 造音大 嗯 能能能能能大发点四年 造音大还能当音乐听吗 对 其实我看它一脸涂一脸灰的样 心里还挺是滋味的 感觉它们其实挺辛苦的 对 太辛苦了 一天到晚的 灰都涂脸了 嗯 关键有点无聊 它那车里边一天竟开车了 也没人说个话 听音乐也听不了 造音那么大 看到人工驾驶拖拉机更做 如此辛苦 我们对即将见到的 无人驾驶拖拉机 更加充满了期待 哇 它的外星太酷了 知道的这是拖拉机 不知道的还以为 外星人的飞行器呢 那我们赶紧去请它 发明团队的负责人 王启舟工程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炫酷的大家伙 王公 你好 这就是超级拖拉机一号 是吧 对 这就是咱们 国家农机创新中心 然后推出的首款电动拖拉机 发明团队负责人 王启舟发明项目 无人驾驶拖拉机 它的这个名称叫 超级拖拉机一号 从这个外观上看的话 感觉还是 跟这个传统的拖拉机不太一样 对 它是一个 无人驾驶的 所以它没有设置驾驶舱 超级拖拉机一号 主要由智能电控系统 无人驾驶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 电驱动系统组成 在农田作业时 采用无人驾驶功能 通过车载定位天线 移动式便携激站 再配合卫星定位 组成一个定位信息通信网 实时计算更新当前车辆位置 确保车辆按照系统设定的路线行驶 说到无人驾驶 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安全性 于是我们对它的避障功能 进行了验证 先来看看 无人驾驶拖拉机 在遇到禁止障碍物的时候 能否自动绕开呢 看来禁止障碍物 没能难倒超级拖拉机一号 于是我们给出了更难的挑战 工作人员快速奔跑 模拟突然闯出的行人 超级拖拉机一号 能及时检测到 并紧急刹车吗 经过测试 我们得知 无人驾驶的超级拖拉机 自动避障功能过关 那么作为一台拖拉机 它最关键的耕作能力如何呢 我们来到了郊区的一块测试农田 外表炫酷的超级拖拉机一号 立刻吸引了农民朋友们的围观 那他先撕一家 这个哪子耀孔啥 耀孔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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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员啊 不罗巴呢 不罗巴它会不会是不到厕所 先离出去 最起码人给这灯个围 能看看 真能见识 真能知识的 看外表不行 得看它离地 对 等着看出去 这这形象 这才中文 好 话不多说 超级拖拉机一号 开始离地了 没想到 刚开始干活 就遭到了质疑 王啟舟赶紧停下来 调整离距 以解决离地深度不够的问题 来老师傅把离调一下 来来来 我都不用动手啊 身体再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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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伸一下 我伸一下 你们小心点 这都可以了 简单调试之后 超级拖拉机一号 又开始离地了 原来 无人拖拉机 不但要实现 无人驾驶 还需要精准 控制农具 人家前进口岛 都得有 前进口岛 回走回满 然后 会怪我 会怪我不住 一直跑跑 看来我不讲功力 您觉得这个 特别先进还是怎么样 先进也好看 再也环保 还有的是 我感觉这种安全 最重要是安全 因为人驾驶 人驾驶 现在当地别人 狗别人的情况下 有些已经出现过 事故 翻车事故 这最起码的是 推半目 即使出现翻车事故 最起码不会造成人员上 这都是最后的 因为他没有司机 对 都没有司机 我感觉这是很好 呃 旅工 这前面一直就是蛇形的嘛 对 可是一定深度 刚解决一会儿 超级拖拉机一号 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一道你看到的地方 这走蛇形的 那歪了一点 对 那一直是蛇形的 这样 那就是调方向 调方向 它是跟这个 咱们打点的时候 有关系吗 没关系 有关系 控制参数 控制参数是吧 中距1米78 1米79 1米79 跟两个雷达的这个距离有关系吗 没有 再试一下看看 再跑一下看看 无差还到不到 人你在走直线的时候 你肯定也是在左右在调节 然后最终达到你这个目标 沿着一个 拖拉机也是 拖拉机所以说 需要拖拉机有一个 就是对它转向控制的功能 因为能控制它转向 因为它不可能 一直都在 都在直线行驶 它肯定会偏转它的那个 航向 好 这也不止 在我的起楼慢 太慢了 太慢了 我去楼 离的地您觉得怎么样 离的地也别不中 您感觉没您干的好 那哪 您干这个拖拉机手干了多少年了 我干了三十年了 超过三十年了 我想跟他比比 你想跟他比一比 超级拖拉机一号 无人拖拉机比一比 大家觉得好不好 好 好 找回来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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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底是一号 无人驾驶的超级拖拉机一号 在引起大家浓厚兴趣的同时 竟然也遭到了不少的质疑 甚至还有人 想他发起了挑战 说时迟那时快 温师傅回家 开着他的拖拉机 向我们的测试农田赶来了 我们用红旗 围出了长一百三十米 宽七十米 大概是十四亩面积的农田 作为比场地 王公 我看我们的这个超级拖拉机一号 已经开始去转圈去了 这是要准备干什么 咱们现在是马上要进行 这个无人驾驶操作 我们把它这个地块给输入到 系统之中 它就会在这块地里进行自动驾驶 自动工作 类似于说就是建一个这个电子围栏 就是告诉它这个围栏之内的是 可以工作的 然后围栏之外的是不可以去的 就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 您好大叔 你好 你好 这是你们家车是吧 对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旧了呀 旧的 破车破地道火 上海又吃了 今天跟无人车比的话 您觉得您的优势在哪儿 我开了三十年了 跟随便都能离后 他无人驾驶 他无人管他会装 肯定不上车 您觉得 谁能赢 我感觉到这个机械车能赢 因为机械车切得大 您说的机械车是人开的 人工的开车回应 家弄车迷迷弄 逼得过 他逼不过 女工你看那一下 那拐弯那一下是啥意思 马上开始比赛了 对比温师傅的信金满满 超级拖拉机一号这边 却似乎不太顺利 现在是什么原因 他说 对 看得咋软 说行不行 拖拉机光合看不定用 是什么前车流的都知道 他倒回来吧 倒到地球 倒到地球 然后开始 离地开始前 温师傅驾驶的拖拉机 和无人驾驶的超级拖拉机一号 首先进行了路线测试 在速度上 超级拖拉机一号稍有领先 温师傅也不甘落后 紧追不舍 两辆车一直处在胶着状态 目测车痕来看 没有离地时 双方在走直线上 可谓不相上下 那么离地走直线 谁会更胜一筹呢 离地开始 无人驾驶的超级拖拉机一号 稍稍领先 温师傅驾车紧随其后 双方又一次进入胶着状态 可是很快 超级拖拉机一号越开越慢 被温师傅远远甩在了后面 就在温师傅到达终点之时 超级拖拉机一号 却开始转向 朝着比赛场外开了出去 难道无人拖拉机 这是失控了吗 发明团队的工作人员 按停了紧急制动按钮 我们的比赛也不得不中断了 现在爆了整车三级故障 红色 就是确定车是出问题了 通讯故障的话 它就会爆它故障 就是一串的东西 所以它爆一堆故障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您刚才看了一下 可能是什么问题 首先查了一下电路 几块的电路还是挺好的 没有出现线头的松动什么的 现在我们就需要借上电脑 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 具体看一下是哪个设备 或者是我们的策略上 程序上出了哪些问题 就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 对 你需要借东西来看看具体的数据 看那个现在显示 应该还是主要是通讯问题 然后通讯问题 就是引发了其他一些小的问题 我说是不中断就不行 就是不靠谱 我说车开了六十年了 就没啥毛病 他比不过我能拿车 数据指示上的不是不结合尸体 有些他做到板凳式里 想想说杂症杂症 到尸体上了 他不合尸了 不合尸了 这不奇怪 经过一番检查之后 还不能确定失控原因 超级拖拉机一号 只能被拖车运回车间 所进一步检修 电脑拿来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信号 有没有受干扰 看这个数据是不是对 对对对 看咱这个信号收发 有没有问题的 我也说有没有深度 这个故障 很可能就是信号干扰 所以以后咱们在这个 把这个通讯这一块 一定要就是说 把咱们的这个数据 一定要加密 听说找到了车辆失控原因 我们来到车间 进行了跟踪采访 找到问题了是吗 对初步排查 还是感觉是通讯的问题 可能是在刚才地跑的时候 有别的信号来干扰 干扰就导致它转向 在此时之后的两脚 可能就失控了 对所以感觉还是通讯问题 抗干扰性的 那这个怎么解决 这个第一是 就是我们到 在我们的硬件上 加一些抗干扰的模块 就是有别的信号的时候 能够屏蔽一下 第二个就是 我们从软件上想一想办 就是出现一些干扰 非正常性的数据 我们就直接就把它给滤掉 来确保不再出现问题 这样处理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行 好 来 再试试 那既然解决了 那咱就把车装好 再拉去试试 好 好 再次回到农田的无人拖拉机 进行了画数字的 规定路线测试 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 比赛可以继续了 好的 经过了一番休整之后 我们无人驾驶的 超级拖拉机一号 再次回到了赛场上 来接受我们开了30多年 拖拉机有着丰富经验的 温师傅的挑战 那今天呢 我们还多了一位挑战者 他就是年富力强的 我们新生代拖拉机手的代表 段师傅 我们的无人拖拉机 能否经得住考验呢 让我们拖拉机拖拉机 让我们拖拉机拖拉机 我必须要能力地 准备好了 开始吧 我开了车都能起平坑 这样对我来小意思 开始吧 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 这一次 除了挑战人数增多 比赛项目也加大了难度 影响耕种质量的因素 有两项 第一 拖拉机要走直线 第二 遇到填梗时 要离得近 我们用玻璃瓶模拟填梗 旋梗机经过填梗时 及时抬起 及时落下 既不破坏填梗 又要尽可能地靠近 第二 终于后来 第一 终于上 第二 终于上 第二 终于上 第一 终于上 你也是多少年的拖拉雞的老师傅了是吧 30年了 30年了 他用拖拉雞这么多年 您感觉就是说这里边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走之前上来去床 去好的情况下也可以 你用的水平不行 他前面上来我也去不值 您开的值不值 我开的是开 我都开了 瞄这个方向 始终瞄这个方向 走你 就是靠眼瞄准了 瞄准一个方向 第二个 从来没有开过拖拉机 倒是做过几回首幅拖拉机 没想到啊 听人家这个拖拉机手介绍说啊 拖拉机最难的不是拐弯 不是加速 是什么呢 是走直线 这个走直线呢 它会影响到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拖拉机 很好地在地里耕作 你在后面给它放上一个收割机 如果走不了直线的话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啊 已经有了很多年经验的温师傅 跟我们这台无人驾驶拖拉机 比一比 看看谁走的这直线更直一点 看这位老师傅 他靠肉眼去判断开出的这个线路 和我们无人机开出的线路 您觉得谁会更胜一场 走短距离的话 这个优势可能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 就老师傅比如说走这么一个距离 我都能看见终点那个位置 它有一个标记 如果要是长距离的话 我觉得可能拖拉机 无人驾驶拖拉机 可能应该更胜一场 快快快快快 李李浩 就刚开始这儿有点弯 然后到后面还挺舒服的 轻轻的就歪了 在第一项走直线的比拼中 无人驾驶的超级拖拉机一号 热有胜出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项 关于精准度的比拼 开了三十年拖拉机 经验丰富的温师傅 率先出场 很快 拖拉机身盖过玻璃屏 温师傅视线受阻 哎呀 太可惜了 温师傅切得太近了 由于没能及时抬起悬更机 飞旋的刀片将玻璃屏 积得粉碎散落一地 温师傅刚才怎么回事 我稍微拦一点 提的也有点慢 稍微动一点 稍微一点 它主要是坐在车上 看不到下边的瓶子 所以它只能凭经验 凭感觉 去判断这个瓶子的位置 咱们是主要是靠传感器去监测 去判断 然后计算它这个位置 有了温师傅的前车之鉴 随后出厂的段师傅将车速放慢 开得十分谨慎 全更机的齿轮呼啸而来 这一次是刀过瓶碎还是安全通过呢 前边抬得有点早了 这后边落得还是非常准的 过来的时候看不见 然后过去了之后看见了才能 过来的时候这瓶子可以沉下边 对 沉下边看不到 在这儿的地就是硬的了 对 这儿是软的 说明它是基本是从这儿开始算吧 从这儿算的话是2米85 无人驾驶的超级拖拉机一号压轴出场 也将比赛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它这些电控装置的调节 都是通过控制器自动去发送指令 让它完成的 并不是说通过人的指令 好 1米5 没有人驾驶 驾驶的超级拖拉机一号的成绩是1米5 好 好 赢了 赢了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设计一款这样的电动拖拉机 它能解决排放的问题 人力比较匮乏的问题 这是最根本的一些问题 超级拖拉机一号怎么样 大叔您觉得 不来 别来关系列强多的 给我列的强多的 您觉得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好在生井 人生井 赶紧 赶紧 列杀 我感觉这种安全 最重要是安全 换报 这种安全 这点很好 最后地方就是说它换报很赶紧 没有人 这是最后一方 这个无人驾驶拖拉机还是挺新鲜的 虽然说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但是它起码代表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节能 环保 精准 省人工 这些特点恐怕都是我们农业生产特别特别需要的 所以也许在未来这真的会成为一种时尚 那就是种地的时候我们再也不用人了 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好好地看着这台机器 自己去运行就OK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我们再见